2015年,马龙赶赢了一场最硬的仗 他是奶龙还是霸王龙 他的这些东西不是放在外在的 不是一般人能看得出来的 他是放在内在的 我是觉得,包括我跟他也觉得 在霸气这两个字当中 不是体现在脸上 不是体现在你的一言一行 这些很多东西是可以做的 内在的东西 有骨子里面,有心里面并发出来的东西 那是最实的东西 秦老师,你是这个时代最成功的教练 他也是最了解你的七爸爸 作为国拼队长的马龙 曾经四次时兵赛败位 三次决赛被淘汰 外界一直有声音说他性格软弱 缺少霸气 这一次他又打入时兵赛决赛 他需要用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 决赛对手先后干掉徐达蒙和肖朗傲 是本节大赛最黑的黑马 方波 发酵龙遇到力量波 两个正手打跑的终极对决 也注定是一场决定两人 职业生涯绝唱和开始的较量 开始之前多多支持 先赞后看养成习惯 转发酵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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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